有缘男后,我是好闲 这个高招,我是文杰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新闻 我们就是我国呢 就是要引进中国顶级扫描仪器 来打击这个走势案 那由于就是 失运军火和毒品的招数呢 就是多到多不胜数啊 所以大马副首相 接内阁部长 那都是李阿莫扎西呢 就说到 大马原则上同意引进中国 研发的世界顶级扫描仪器 也更有效的就是监管 还有这个打击这个走势 最以及恐怖的活动 对,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阿莫扎西也说到 这也是为了大马成立首个 在东盟的这个反恐信心中心 然后呢,再次的升级行动 然后也彰显了我国的政府 在打击走势军火 还有这个毒品 等跨境的这个犯罪的努力 所以呢,他说内阵部原则上呢 就是同意引进的这款这个扫描器的 然后并且会先用在警方的刑事调查部里面 接下来呢,可能会和这个大马王家海关 这个官局呢 去探讨是否要在港口出入境安装 这套系统,这个是他还没有决定的一个事情 再另外呢,还有补充就是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政府的计划是大马各个出入境呢 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扫描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 还有这个包裹 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为了打击这些 军火啊,或者是毒品等等的 毕竟在毒品这方面呢 的确非常猖狂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完全的就是把它压下来 虽然说近几年呢 有关于毒品的事情 没有说很严重 但是呢,还是仍然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还在发生的 所以还是有人在吸毒啊 嗯,他是因为在 昨天的时候呢 跟中国公安部部长呢 郭胜昏 以及这个中共中央委政委书记 就是会面后呢 他也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召开记者会 就是对大马说的这一番言论 然后,因为中国过去三年来呢 用这一款扫描仪器呢 有明显的这个打击的效果 所以呢,如果是说引用这个的话呢 应该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 比较干净一点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是发生在吉兰丹的一则新闻 有一个30岁的一个吉兰丹男子呢 因为身穿短裤 嗯,然后呢 又到身穿短裤 然后到TJ这个室内的足球 然后遭到伊斯兰教 这个伊斯兰教局呢 就发出了违猎的通知 指他违反了伊斯兰 伊斯兰条列的这个规定 如果这个男子呢 拒绝出席这个 宗教局所安排的辅导课程呢 将会是被罚款一千令吉的 那这一个男子呢 这名字叫凯鲁 是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前往这个室内足球室 在途中呢 就招伊斯兰教局执法官员呢 指他违法了伊斯兰条规的这个规定 因为伊斯兰教呢 不应该穿这样子暴露的衣服 所以呢就对他 发出了这一个伪劣的通知 对,有关这个事情呢 他也非常奇怪的说 他也非常坦白的说 他们不会指望我穿沙龙 提示你足球吧 他就非常奇怪的 应该是这样的回应吧 我没有了,在模仿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还非常的奇怪 踢足球为什么要 要穿多长呢 要穿过膝盖嘛 可能在这个伊斯兰教育里面 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也是 但是因为他在吉兰当中 可能在比较敏感的一个地区 所以呢必须也要 对于这方面呢 可能要比较严厉一些 所以呢有关于 这个事情呢 凯鲁他本身有说到 他就是他说 经济一的时候呢 总共有11个人穿着 都因为穿着不哑观 才会遭到这个当局发出的 这个发胆的 其实也包括了 就是凯鲁 还有市民传得太谨慎的女性 所以呢 其实因为这样子 他才得到了这个发胆的 所以呢有关于这个事情 他也必须要 就是当局呢 也要求凯鲁呢 要出席这个辅导的课程 然后否则的话 必须要缴付这一千零几的 这个罚款 类似这样的东西 嗯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这个 中央局也是说到了 他们是在 1985年 这个吉兰当 伊斯兰教法下呢 采取这样的行动 那这个政策呢 已经执行了很多年 嗯 他也说到 穆星林呢 是不 是被要求 不能穿太暴露的东西 那所不所谓的暴露呢 这样子这个标准 到底是怎样的 短裤 是多短呢 嗯 可能这个 我们还是要再探讨一下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不穿短裤来踢球的话 那我们要怎样穿呢 穿长裤膝 七分裤 七分裤 因为足球是用脚来运动的一个东西嘛 穿长裤的话 不会显就是很很像一个 很像一个很阻碍性的一个东西嘛 嗯 但是始终是他们 呃 这个吉兰丹是比较敏感 就关于这个伊斯兰教育下 会比较敏感的一个地区啦 所以他们有个 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执政的方式 我们也不 我们也啊 不必要评论太多这样的东西 啊 我们再看下一则 这个新闻 是关于到啊 在我们在Facebook网络上 我们有看到过的这一则新闻 是其实蛮爆红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网址呢 也是有评论过这一个 这个新闻的 是我们的柔佛的网址呢 呃 是关于自助洗衣店呢 是指指示现穆斯林使用的 这一件事情 那柔佛苏丹 伊布拉辛呢 就是下就是下就是下令呢 就是马波这一个限制限制性的 这个啊 自助洗衣店呢 呃 要停止这样子的争议性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呃 也是这样子的营业方式啊 否则会面对呃 呃 关闭的命运 对有关这个事情呢 呃 民族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 张念全他认为 呃 就是我国呢 有必要就是要 去定平等法令 或者是反歧视法令 以解决任何形式的歧视 如就是呃 例如就是有宗教 极端主义 呃 性别歧视 或者是种族歧视 有关这个事情呢 他也说到 呃 因为柔佛苏子民呢 有幸拥有着一个呃 呃 致辞的进步 呃 和现代和中庸的苏丹 但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马来西亚的其他州属的话呢 我们能确保这类似的争议的课题 会以同样的方式落幕吗 这个是张念全的一个疑问呢 因为他说 呃 尤其是在当柔佛州属 呃 这个宗教 呃 斯 就是摩哈摩 就是这个 塔西斯呢 称有表明就是 就是支持有关于 西伊甸可以拒绝非穆斯林顾客 并且站 就是有称赞 这个是漂亮的做法 所以呢 我们呢 张念全说到 我们能确保这样的行政 在其他地方 会被当成是一个极端的行为吗 所以呢 这个是他的一个疑问 呃 有关这个事情呢 法律下 其实人人都是平等的 他认为 因为呢 如果没有如否收担的这个干涉的话 其实州政府会 将会允许资助店 仍然继续营业 就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去 这间西点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营业方式 所以呢 为此呢 有必要就是制定有关于平等法令 还有这个反歧视法令的 以解决任何形式的这个歧视等等 嗯 在另一方面呢 在另一方面呢 马波 这个马波 马华党的这个 李俊勇就透露到呢 他将要求 这个马波市议会官员呢 就调杀这一间西点 如果是不符合规矩的话呢 市议会呢 将会吊销 这个营业者的执照 他也是有说到 他完全认同 伊布拉辛陛下的做法 市面上的自助洗电 哪有清真 还有非清真之分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活在一个多元 多元种族下嘛 这宗教的社会 绝不允许 就是有这样子的人 来挑起这种种族 然后是宗教的这种事情 那这个李俊勇也是 接受东方日报表示 他还是要求 市议员去前往 查看这一个 这个营业的执照 了解是否 遵照这条列来营业 然后麻波宣长 阿诺詹表示呢 他昨天也是 接获到柔佛 这伊布拉辛殿下 所发出的这个指令 并接获警方传来有关 有关的这个案书后呢 就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后呢 通过上述这个决议 他对洗衣店业者 遵从指示 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业者呢 已经把这样子的 这个告示牌收下来了 就表示要 这个事情也导致 就是其实 罗佛说这个 陛下呢 他也要求就是业者 要约 他们约了一个时间 就是要这个营业者呢 上来 就是 当场的道歉的 然后像就是 不止像就是陛下道歉 而要向全国民众道歉的 因为他说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不好 因为他可能会带来 就是种族歧视的一个问题出现的 所以呢 当政府在 就是他说 政府就是鼓吹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政策的时候 但是却有些人在玩弄 种族主义 宗教课题 这无疑就是带来 未来可能有严重的后果 就是可能有人就是会 哦 我是穆斯林 所以我站在穆斯林这一旁 非穆斯林就是穆斯林 非穆斯林这一旁 所以呢 避免有这样的课题 所以呢 一定要去采取一定的行动去处理有关的事情 嗯 关于这样子的问题呢 可能我们要站在穆斯林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可能因为他们觉得 呃 并不是我们 我们其他种族并不是啊 穆斯林嘛 也没有所不所谓的清真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考虑到这个 而且营业嘛 那边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的 族群嘛 所以他们也是有考虑到这样子的问题 才会发放出这样子的这个告示牌吧 如果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政治新闻 这个是有关西联市重量级的这个领袖人物呢 决定是南宫 宫下柔佛州的 那柔佛 就是延续上一届大选的这个师头呢 来借大选呢 呃 就确保呢 马迪的加入 这些领袖的这个领袖呢 会坐正柔佛州呢 会坐正柔佛州所以呢 尤其是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 这个林郑这个这个林郑三的国会议员 呃都会往柔佛去攻打不一样的地区去 嗯 这四位重量级的人物呢 就看文基友所收到的就是啊 民主行动党的领袖林吉祥啊 然后有国家承信党树立主席呃 沙拉乎丁 然后还有就是公正党副主席奴役伊萨 还有就是土著团结党 丹师领 慕尤丁 有着四个人坐正来来来 就是要攻下这个柔佛州 嗯 我们在另一方面呢 看一下一党的这一党的新闻 一党呢 其实有啊 就是出请反弹会呢 不应该参与政治的 那伊斯兰党的主席呢 啊 主席呢 就认为呢 大马反弹会啊 首席专员 嗯 就是 就是出请他 不要就是 大选 就不要把大选的这一个啊 候选人名单呢 啊 提早 就是啊 提升到这个反弹会做审查的做法 这样子呢 是啊 已经是干扰了 或者是参与了这个政治的 有关这个事情呢 反弹会 就是应该对立 然后无需参与政党的事务 这是一党他们说的一番话 一旦他们参与这个政治呢 公众对他们的这个公信力 就会受到影响 然后伊斯干达发出的这个文稿当中呢 他说最终决定这个政党候选人的权利 落在了这个政党手中 但是呢 这个反弹会 有能力以自己的这个言论 去影响一个党 这个决定 所以呢 因此呢 他说反弹会应该专注打击贪污 而不是去决定 谁成为大选的候选人 所以呢 他更加讽刺 就是说反弹会本身 就是有很多案件 他们有调查完 应该专注自己的职责 这个职责范围 所以呢 让政党自己去做决定 不然的话 他们叫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 嗯 什么叫做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呢 那为什么伊党 嗯 我发觉到一个东西 就是伊党很喜欢就是 就是掀起一些风浪的东西 之前就掀起了这个 啊 啤酒节的问题嘛 就是他去向州政府呢 去申请 就是阻止 啊 这个啤酒节的申请 就是因为怕穆斯林去参加啤酒节 这样子的东西 现在呢 又促勤 呃 反贪会不要参与政治 这是 嗯 可能 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呢 会是因为他们怕自己的人 牵涉太多 呃 的 这一个贪污的事件吗 还是有怎样的一个政治动机呢 我们可能还要拭目以待了